你好 欢迎收看10月31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花联县议会第19届第八次定期大会县政总咨询在今天圆满结束 县长徐正位率领各局处首长感谢县议员们对县政的支持和关心 他强调花联县政发展需要辅会横向沟通联系 也希望有大家的携手合作才可以让县政发展更加胜利 花联县议会第19届第八次定期大会县政总咨询在31号圆满结束 将来表示感谢县议员们时刻关心县政 针对县政优化以及未来方针给诸多的宝贵建议 这次花联县议会第19届第八次定期大会县政总咨询能够圆满结束 财政的预算编列我们真的希望在这个有限的预算里面 我们把它发挥最大最大的局势 或许有一些活动可能让大家不太能够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我相信在未来我们可以让它做得更好 而且更具国际化 所以在这里我要谢谢所有议员先进对于花联县政府的指教 花联县政府也会悉心来接受未来四年的规划 也希望未来我们这个希望我们所有的议员都可以连任 那一起再为花联来打拼来努力 所以再一次感谢这个议会以及花联县政府的团队大家攜手同心 我想我们常说花联的可爱花联的纯樸花联的善良 不是用批评栽账抹黑 花联的纯樸是一颗感恩的心 花联的纯樸是一颗喜乐平安的心 而希望在这个我们花联是一家人 既然议会和花联县政府是一家人 就希望能够透过很好的良善的沟通 能够让花联能够大步向前 所以再一次感谢张议长的主持以及所有花联县政府以及花联县议会的携手合作 共创美好的在我们107年年末到111年11月 那未来的四年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同努力 花联县会议长张军表示 感谢现在许正会与县府团队这四年的辛劳以及努力 一个好的宪政发展以宪政方针 需要透过花联县会与花联县政府共同激态以及协调 那府会和谐一直是本会四年来念之在之的 期待与重中之重的努力目标 那和谐应该建立在意中求同 合理的监督更应该有检讨改进的包容 那为达施政目标而兴起的文字和言语干戈 都不是民众所乐见的过程还有结果 那经得起被民意检验的政策才是好的政策 相互尊重才能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期待在第二十届的花联县议会殿堂 县府能放下意识形态和派系认知的坚持 那以前新的花联县议会一起继续为花联乡亲谋府 一起为花联的进步发展攜手全境 接下来许中提出各项花联先期内举办的观光大企活动 也引读未来花联观光产业在有限的预算资源发挥出来效能 藉由每个乡亲的需求同仁们创造激荡 让花联观光文化效益极大化 更正主义 接下来欢迎欢迎收视频道